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已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某些类型的重型炸弹 这是美国对以色列发出的最严厉警告之一 接下来,我们将转到中欧 谈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匈牙利 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将聚焦于投资和俄乌冲突 最后,我们将带大家了解一起发生在印度的罢工事件 印度联航公司、印度快运 近300名员工集体请并驾导致航班大乱 公司怒吵30人,但经过谈判后撤销解雇令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世界充满了紧张的国际关系和内部动荡 美国、中国、以色列、匈牙利和印度都成为了新闻头条的主角 这些故事揭示了政治决策、军事行动和劳资冲突 如何影响全球政治格局和民众生活 首先,来自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发出了对以色列的严厉警告 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地带的城市拉法 美国将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某些类型的进攻性武器和炸弹 这一决定在国际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因为它涉及到美国对以色列长期以来的军事支持政策 拜登总统强调 尽管美国将继续提供防御性武器 如铁穹拦截弹 但是对于重型炸弹的运送已经暂停 这些炸弹包括1800枚2000磅的炸弹和1700枚500磅的炸弹 以及能将普通炸弹转换为精确制导炸弹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美国的这一决定背后是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中平民伤亡的深切关注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匈牙利的访问 这是其欧洲三国之行的最后一战 习近平与匈牙利领导人的会谈预计将聚焦于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匈牙利外长彼得·西亚尔托宣布 习近平将与匈牙利官员签署至少16个双边协议 这些协议涉及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 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匈牙利的扩展 习近平的此次访问不仅加深了中兄之间的关系 也引发了对中国在欧洲影响力扩大的讨论 另一方面 星岛日报报道了印度联航公司印度快运员工为抗疫公司人事政策而发起的罢工 近300名员工集体请病假并关闭手机 导致85架次航班取消 逾1.5万名旅客受影响 资方迅速解雇30人 并向其他员工发出复工最后通牒 经过谈判 公司取消解雇令 员工同意复工 这一事件反映了劳资关系紧张 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全球政治和社会动态 无论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决策 还是内部的劳资冲突 都深刻影响着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和动机 对于理解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至关重要 在今日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紧张的氛围和复杂的局势层出不穷 从北京到爱尔兰 再到莫斯科 世界各国的政治动态紧密相连 影响着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首先我们来到北京 据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任何以任何借口和形式搞台独分裂的行为 都是没有出路的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台湾地区 当选领导人赖清德期待 与日本加强合作的言论进行了回应 批评民进党当局斜扬谋独 警告台独和外部势力 干涉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因素 转向欧洲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爱尔兰 西班牙 斯洛文尼亚和马尔他 正在考虑在5月21日共同承认巴勒斯坦国 这一动作显示了欧盟内部 对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关注和立场 此外 爱尔兰与西班牙的领导人 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对话 展现了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 积极参与和影响力 同时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仍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地带的悲惨状况 以色列则在国际法院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 再次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 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庆祝苏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时 发表了挑衅性讲话 指责西方的傲慢 冒着爆发全球冲突的风险 普京强调俄罗斯将防止全球冲突的同时 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威胁俄罗斯 其战略力量始终处于战备状态 此外 普京通过提高和言论和命令进行核武器演习 展现了俄罗斯对于维护自身安全和影响力的决心 同时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持续 普京将这场战争视为与西方斗争的一部分 展现了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性和紧张局势 这些报道揭示了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和挑战 包括地区冲突 国家主权和安全 以及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合作 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利益 安全和影响力而努力 但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寻求和平与稳定的解决方案变得尤为重要 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对话 合作和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些挑战 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一个世界充满紧张与不确定性的时代 来自不同角落的新闻故事 揭示了全球各地的复杂局势 从政治领袖的强硬 言论到意外事故的发生 再到道德伦理的挑战 这些事件共同绘制出当今世界的多面貌 在俄罗斯 弗拉迪米尔普京总统 在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 发表了激烈的讲话 指责西方国家干冒全球冲突的风险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普京强调俄罗斯将近一切努力 防止一场全球冲突 并坚称绝不允许任何人威胁这个核大国 这一言论发表之际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持续激烈 西方国家的支持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普京的言论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局势的紧张和复杂性 同时也凸显了历史在当代政治中的持续影响力 与此同时 波音公司的一系列飞机事故引发了广泛关注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架波音737客机 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附近冲出跑道并起火的事件 造成11人受伤 其中4人重伤 这起事故仅是波音公司近期一系列问题的一部分 从技术故障到安全调查 波音面临的挑战似乎源源不断 这些事件不仅对波音公司造成了重大冲击 也引发了对航空安全标准和监管的广泛讨论 在英国 一名30岁女教师因涉嫌性侵两名男学生而面临审判 这一事件同样由星岛日报报道 这起案件揭露了教育系统内部潜在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师生关系 权力滥用 以及保护未成年人安全的关注 这个故事凸显了社会对于道德标准和法律制度的持续争论 以及在处理这类敏感事件时所面临的挑战 这些不同的新闻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区 但共同揭示了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从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到社会道德的挑战 再到技术与安全的问题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都必须面对并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 以寻找更加和平与正义的未来 在一个充满紧张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式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据星岛日报报道 俄罗斯于5月9日在莫斯科红厂盛大举行阅兵式 以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9周年 这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令人关注的讲话 警告说西方面临爆发全球冲突的风险 并强调俄罗斯的核武器随时处于备战状态 表明俄罗斯不会允许任何人威胁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国家 普京的言论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他提到西方国家忘记了苏联在二战中 击败纳粹德国的决定性作用 并指责西方的过大的野心 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俄罗斯在雪中列队的部队 以及国防部长邵伊古的检阅 展现了俄罗斯军事力量的一面 普京还回顾了俄罗斯的历史 提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失去了2700万人口 强调俄罗斯将近一切努力防止 全球冲突的发生 他将俄罗斯派遣军队 进入乌克兰视为与西方斗争的一部分 表达了对西方侵犯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不满 在另一方面 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了令人关注的事件 据香港电台报道 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发生了一起客机 冲出跑道的事故 造成至少10人受伤 这起事故发生在首都达卡的机场 设施的波音737-300客机 原定飞往马里首都巴马科 事故后 机场启动了紧急程序 伤者被送往医院 而其他旅客则被安排到酒店 这起事件再次提醒人们 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日常生活 安全和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 中国与匈牙利的合作也成为了焦点 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匈牙利国事访问期间 与总统舒优克举行了会谈 习近平强调了中匈关系的重要性 希望匈牙利能够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 他提出了四点建议 包括坚持平等相待 互信互助 合作共赢和公平正义 以期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而匈牙利总统舒优克也表示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是匈牙利的既定方针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在绿色转型和清洁能源等方面 与匈牙利进行投资合作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前国际政治和地区发展的复杂性 从俄罗斯的军事展示到塞内加尔的航空事故 再到中国与匈牙利的合作 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变且充满挑战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变得尤为重要 它们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关键 在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中 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 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 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面对本土新兴电动汽车公司的强劲竞争 一些陷入困境的外国汽车制造商 开始寻求中国的科技巨头合作 以保持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中的竞争力 例如日产与百度的合作 丰田与腾讯的协议 都是为了在智能显示器 驾驶辅助软件和先进地图技术等领域 获得优势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 不仅是因为外国公司想利用中国公司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 而且还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合作来获取 对于在中国市场运营至关重要的数据 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 北京加强了对外国公司 获取其认为敏感信息的限制 这使得与当地科技公司合作成为一种解决方案 正如咨询公司Interlink的汽车 和移动业务主管丹尼尔·科拉尔所指出的 这种合作有助于外国公司 在遵守中国规则的同时 进入并在市场上竞争 在政治领域 中兄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 如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匈牙利期间 强调了两国从跨越大陆的朋友 到全面战略伙伴的持续深入发展 这种深化的合作关系 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 还体现在对全球发展 安全和文明倡议的支持上 显示了中兄在国际事务中的紧密协作 同时香港的情况也受到国际关注 外交部驻港公署对美国政客就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宣布的禁止 另发表评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这一事件凸显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方面的决心 综上所述 无论是在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中寻求技术合作伙伴 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或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坚持国家主权和安全 都体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 国家、企业乃至个人必须不断适应变化 寻求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性 这些事件和合作关系的发展 不仅对参与方有着深远的影响 也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或将产生重要影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